好吧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企业家 我们的求职者魏心仪 今天想要来找的是 瑜伽老师或主播的岗位 意向企业是健身或瑜伽的行业 希望综合薪酬可以达到1.5万 对 对 企业家根据魏心仪刚刚的综合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进入到盘前扑上感情 来 有请吴敬 给出你的岗位是 实习的健身私教 偏普拉提块 但是需要有三个月到半年的学习培训期 培训是就是零薪培训 是带薪培训的 但是底薪会很少 薪资是四千 然后会提供住宿 之后综合的薪酬会在 1.5万到3万之间 地点在天津 在天津 之后的就是岗位是私教对孟老师 我手下会有 以普拉提为主的综合训练场馆 它包含了体势能 普拉提和团课 然后更多的是以私教为主 它主要面向的是中高端人群 所以单位的课施费会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去 虽然是工资低 但是我担心 就那个培训的之前 对 就培训整合体培训 普拉提的培训本身 他自己要花钱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 他自己想去进普拉提 可能还得花两三万个以后 对 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计时 现在开始 好 来 告诉我 你最后的选择 我选择优势健身 祝贺 祝京 也祝贺 魏心仪 对 她爱这个东西 爱这个东西 祝贺你啊 心仪 不过我觉得今天 在你面试的环节当中 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以后也要改掉一个小毛病 不要在他没有进行 技能展示的时候 就贸然地下结论 也许一上来 你的沟通 呈现的语言样式是那样的 但是可能放在特定的场景下 确实再适合无理的 这一点也和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和人力专家 我们一起共勉 来 我们衷心的祝愿 他在优势健身 能够发展顺利 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我接受这个 低于我预期的 薪金的岗位 是因为普拉提 是我之前所没有 去涉足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需要 从头学习的情况下 对于薪资的要求 就要重新订阅一下